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亲爱的家长大家好 我是王兄老师 很高兴我们在规划课堂里边跟各位见面了 今天我们见面我先说第一件事情 今天你能够拍到这个课你非常的幸运 幸运原因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一堂课我先讲 你如果能够听完个20节课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整个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所有的规划问题 所有孩子成长阶段里面遇到的学习问题 你都已经认证了解 同时你也会知道未来孩子成长道路 怎么样越走越顺利 越走越能够考上他的理想 你对他期待的学校 很久我说老师我期待他我不想了 我对孩子完全不想他 能不能考上他就好成长就行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科学课还真做不到 这个科学课就是能够让你直接往上拔身的 为什么 很多孩子目前遇到的托拉摩秤 遇到的厌学 遇到的偏科 遇到的写作业托托拉拉 包括孩子的学习效率比较低 这些问题都能够在这些课里边 由家长你去引导孩子解决 你听好 我们不会去教你怎么教孩子具体某个知识点 因为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这样做 你就能够让孩子把知识点给掌握好 同时能够往上提升 其实作为家长 你真需要成长 你如果不跟孩子一同学习 你学的当然不是孩子的知识 你学的是孩子在每条道路上 需要用什么方式来走 就跟一个人一样 为什么你会焦虑 为什么你看到孩子每个当下那个行为很烦躁 其实都是因为你的恐惧感 你的迷茫控制了你 就像是你不知道孩子这个行为 对他的考试有什么影响 对他学习有什么影响 你知道不好 但你知道你可能会当下吹着 你赶紧字写的漂亮点 字识做词一点 写字写的端正一点 写的快一点 好写的正确率高一点 你不断的吹每个动作的那个当下去改称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每天都在补坑 你跟个救火队一样 你很焦虑 就是你想法队一样 哪里找火煌 哪里铺 好铺到最后把自己铺的很累 火还没灭掉呢 就你都倒下了 孩子学习还不一定有好 所以今天这场课上 我来告诉你 我给你一张地图 你想让孩子在未来走 中国的升学路径 或者说留学路径 他应该用什么的方式去培养 中间你要提前做哪些储备的问题 我现在准分80的家长都会选择 哪个中国的升学路径 那么这条升学路径 你应该怎么做 那你带完的时候不焦虑 又很轻松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开始吧 来放松点 听我讲课的时候 首先第一点 你可以拿纸跟笔 好好地来记一下 因为里边有些关键的数据 我需要让你非常明确 因为你会看到整个宏大的 孩子成长路线里边的 这条规划的路线图 你就知道给到孩子做规划 是多么重要 首先第一点 人要走出一个迷宫 你得先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就你知道自己的位置 你在根据地图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 那么带孩子也一样 你首先第一个先知道 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家长 我觉得我把这么多年来 12年到19年 包括三年的线上教育 有四种类别的家长 是在我们今天的群体边出现的 你带号入座 带一下看看你是哪一种 第一种叫做散犬型 就是杂犬 什么都学 在网络上或者说在生活里边 听到这个妈妈说这个方法好 听到那个专家说那个方法好 然后这里学那里学 然后学完之后回到家里面去带孩子 爸爸呀这个方法特别好 你看这个方法备用效率是不是很高 你试一下 孩子可能当下变高了 过来天回去了 你说好那我再找 就你不断的这里找那里找 你可能你有教育意识 你知道你为了孩子好 但是你学的东西不够系统 你没有整条主线路径 你都是这里念一个那里念一个 那孩子学的就很散 包括孩子会跟你一样 专注力特别弱 神圣专注力弱 因为你这也学一点那也学一点 结果到最后孩子本门科目里边的学习 他没有做一个主体的提高 专注力差的孩子 他的学习就往下降 好这第一个 第二 这种家长呢 我觉得是全中国有50%的家 都属于这一类叫放任型 就崇尚我们叫快乐教育 其实我觉得这个放任 跟他所生活的可能这个程度有关 因为可能周围也没有一个好的群体 一般处在三四线五六线这些城市里边的家长 就他可能就说我成长 我这么多年来我也成长很快乐 然后呢我觉得孩子快乐就行了 然后呢真的就任由他快乐 等到孩子出二出三的时候 感觉不对 好像这个孩子成绩往下掉 历史、道德、法治、生物、地理、语文 主科都没学好 副科也没学好 完了 听说中考要五五分流 那没分量就怎么办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时候你来焦虑了 好焦虑了你就干嘛 开始瞎猫碰死耗子 找老师来补课 你有没有发现 零急零忙 临时抱佛奖的家长 突然间找个老师来给孩子补课 除非你运气很好 你的孩子真的也很想学 那可以学好 那绝大部分孩子都不想要 因为习惯没养好 找到补课老师来给你补 所耳进又耳出 你都讲不进去 老师讲他也听不清 因为基础底子比较薄弱 那该积累积来都没达到 孩子又觉得很厌烦 越不越没自信 因为你要知道补课本身就是孩子 知道自己弱了要去补 那么你不是在陪优 你是本身在补以前弱的基础 代表孩子 但是天生有用 我们叫自卑不足 老师补的时候他又塞不进去 我自卑了我还没想变好 我本身我很弱 我还无法变得更好 孩子的性格就往下走 直到最后跟你零交流 这种零交流其实我挺自命的 你不当孩子成立美体高 还跟你把关系搞僵 我觉得作为家长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你要不就嘴硬 一路走下去 你硬到以后孩子可能 我们真的叫龙生龙 风生风 那我觉得这种家长呢 你不用拍我课 你可以退掉 你不想让孩子有个目标往上走的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课你可以直接退掉 你不要去拍 因为对你来讲没意义 这种家长也不是我要讲给家长听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教会全天下所有的家长 我只教给 第一 大家三观一致的 你认同我的 你认同我的 同时我又觉得你有价值 有意义我要交给你 你很想学 你想学 同时你有付出行动 就你会拿纸跟笔来记 同时你会把我每个教你的步骤做到位的 那这些家长我可以教 否则我觉得你听到这里 赶紧去退掉 否则再往下听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讲重点部分 第三类家长 我觉得这类家长是我们叫做别人家孩子的 妈妈 爸爸 爷奶奶 这些属于这类 他们首先第一个很有教育意识 也很有规划意识 很有我们叫做成长意识 就是知道孩子0到3岁要做什么 4到6岁做什么 然后小学 初中高中 不同阶段要提前背哪些字典 就比如说你可能你家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 人家已经那个糖色300手会背了 然后呢到了一二年级的时候 你孩子还在掰手指数数的时候 人家已经数感思维很强 然后呢成为班里边的班长 然后呢或者说带领同学们怎么去学习 就这些妈妈 她本身可能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而且有一定的规划意识 就是但她能够一路成长下来 就她带着孩子能够成为别人家眼中的这种娃 我们对她各种羡慕就是希望自家孩子能够跟她多待一会 孩子也考的学校很好 但这家长往往有一个点是在等到孩子 比如说考上初中的时候突然想 哎呀当你要参加某个竞赛 我孩子应该很优秀一点 考上了高中的时候呢 哎呀当年少了一个 那个让孩子参加下竞赛白名单 考上了大学的时候才想 哎呦我忘了去那个大学的保充生 我要是早点让孩子去去到去参加我们强积计划 专项生这些比赛那就更好了 就她会有某些小失望跟后悔 OK大家后悔今天我也会跟你补上 因为整个路径我们太清晰了 这么多年教育我们已经知道每个孩子成长路径 即使你这个学渣怎么培养成为学霸 我也懂然后呢学霸怎么维持下去 去走一条更好的规划路线 这里边全部会给你讲到 最后一种是属于有规划意识的家长 本身孩子在每个阶段里边懂得亲自交交流 懂得给孩子做规划 懂得不同阶段里边应该让孩子 达到什么能力的训练 阅读量十字量全部都有 每个阶段走的很好 而且家长带的又轻松又不焦虑 然后同时呢孩子的成长也非常健康 学习量虽然很大但孩子很轻松很快乐 他也是一种快乐 不要认为说学习好的孩子就不快乐 你去问他们他们都跟你讲压力不大 也很快乐 因为我妈带我的很轻松 各位妈妈 你听好 我的规划课就要让全体家长 往这个方向奔起 好了这是我们这张课的目的 那么为什么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呢 因为你其实如果你没有给孩子做规划 你会发现 孩子在每个该积累的节点 你可能因为你的认知匮乏 你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比如说0到3岁要做哪些 3到6岁要做哪些 小学应该做到哪些储备 你提前该做哪些事情 你没有做 那你会发现以后你会容易后悔 那么你提前做了 你会发现孩子的规划路线就很精细 所以为什么要做规划 我觉得有几个点 我要跟你讲的非常明白 接下来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你要做规划 我们通过实际的案例来分析一下 1977年我的数据 从1977年开始统计 1977年500多万的高考生 学生在高考 高考里边的录取率 你猜测有多少 5%都不到 5%都不到 就代表500个学生 5%你算算人数有多少 这个率一直是比较低的 连续到了哪一年 到了1986年 它开始达到一个峰值往上走 这个表格我建议你仔细看一下 86年之后 我们国家实现异物质教育 因为1986年 我们开始实施异物质教育 那你有了9年异物质教育 有更多人他去读了初中 你才有机会读高中 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 他的数据往上增长 才会有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这里边呢 其实他还包括了那个大专生 大专生跟本科还在一起 来 那你看到2019年的时候 2019年呢 那全国的这个比例有多少 那1000多万人 1000多万人参加 他的录取率多少 81% 也就是说 你首先第一个 你读到的81%的同学呢 能够考进81.3 81.3的学生呢 能够考进大学 这里边的大学你听好 他分为两个 一个叫庄科 一个叫本科 那么庄科生 其实你知道 他的水平怎么样 你知道本科生 只占多少吗 你看到是有80%对吧 但是其实本科生的录取率 才是41.6% 41.6 2019年41.6 什么概念呢 就一半的孩子 好了一半的孩子 能够考进本科 那这里边本科还不分重本 还有二本三本 来这里边 你说老师啊 这个数据好像听起来 我有点乱 你就记住 我跟你倒退一个数据 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 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都知道中考是五五分流 因为九年自义务教育 只到初三 那就代表 从小学你读到初中 你到了初三呢 就有一半的孩子 是没有办法读上高中的 那你就只能去读中专 ok另外的50%的孩子 他还不是重点的那个高中 普通跟那个高中 跟那个重点高中合在一起 他是多少 另外50% 好 另外50%里边呢 你读到了整个高 你能够学到高考 读到高考 里边有20%的高考生 是落榜的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一个班级吧 我们一个班级来算 50个孩子 有25个上不了高中 另外25个去读中专 25个里边有5个 是以后高考必定落榜 另外只剩20个 20个里边有10个 是只能够去大专读的 另外10个是有大学 我们叫本科读的 本科里边呢 还分为有211985C9联盟 C9联盟里面 包括清华北大 那么你看啊 这里边你就记住了 前十名 我们小学就知道了 班级前十名以后有大学读 然后呢 班级的前五名呢 有211 前12名有985 OK C9联盟就比较难了 那就一线城市的好的学生 录取率会更高一点 你就记住这个比例 OK 好了 记住了吗 这条数据哦 你自己拿纸跟笔写下来 好好的以后在闺蜜里边 好好的去聊天去沟通一下 所以我们的家长会开始知道 因为现在有些有规划意识的家长 他会想说哎呀 我孩子两岁 我要选一个什么幼儿园 私立的还是公办的 离家远离家近 然后呢 我上了那个小学 我要选一个明办小学 还是公办小学 初中高中 我要选一个什么样的高中 然后我们在宝贝读 然后如果说我要去读国际学校 我要让孩子读哪个体系 像留美还是留英 读E-level还是IB 读不同课程 这里边的你就会发现有不同规划 所以你发现家长有了规划 你就知道哦 我在不同阶段里边 要让孩子做哪些事情 那么有规划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呢 来你听好 接下来就是家长有规划意识 你家宝贝未来要成长的方向在哪里 第一 孩子会变得特别有目标感 他的目标感主要呈现在哪呢 经常会跟我讲说 汪老师我孩子会厌学 然后呢 对学生不感兴趣 包括他偏科 为什么孩子会厌学 首先第一个 因为你在生活里边 你只逼你家宝贝去做学习的事情 就比如说 宝贝你要好好学习 宝贝我为什么学习 你以后读个好的高中啊 读好高中 考个好的大学啊 他问我为什么读大学 读大学找好的工作啊 那找工作工作工艺在哪呢 能够驾驭你的人生啊 你可能学过很多道理 对吧跟他讲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孩子听不太懂 因为他没有健身感受 所以作为家长 我会告诉你 在孩子六岁到十二岁这段时间 你应该带孩子去做哪些事 比如说你要去到一些大学里边 真的去玩过 我们每个家长 如果你要一定要每一年带孩子去旅行一次 那我就建议你定一个那个地方有个大学 比如说北京 新华北大 然后呢上海复旦广州中山不同地区的大学 你能让孩子去感受一下里边的大学氛围 去过里边的食堂里边的那个图书馆 包括博物馆 包括里边的人物传记 你看过这些人物 孩子会知道 哎呀这个学校我很喜欢 我想要来这里读 我想要来这里读 他会立下一个目标 所以你不要说你每天空口无凭的 给他定目标 这种是孩子没有这么丰富想象力 包括你去旅游的时候 要看见人间冷暖 要经历好的也要经历差的 看过社会底层的人民 他是多么的辛苦 那么知识怎么改变命运 你让孩子去用眼睛来去看到 通过写下来去扎根在心里种下这个果子 他才能够知道 哦我学习是为了他 那我有目标感的孩子会怎么样呢 他会知道说 我今天我在寒假期间 我有一个月时间 我要给我自己定个什么计划 比如说我前两周我要把作业写完 第三周开始我要去提前预热下周的 下个学期的学习 因为我下个学期 我希望考到第几名 因为你通过这个倒推 孩子会开始了解数据 因为了解我的未来会走向哪里 人的心才会不慌张 你就想吧 为什么孩子会睡懒觉 睡懒觉的大部分孩子 都是因为生活里面 妈妈没有给孩子定过目标的 那没有目标 你到有一天 你每天逼他学习 你是在跟人性作对 人性没有目标的时候 你会颓废的 包括你我相信你刷抖音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人的人生 这个女的好励志 为什么我要成为这个 我觉得她的生活是我未来想要的 你想要的时候 你才会在生活里面改变你的行为 所以想让一个孩子 由被动学习变成主动 目标非常重要 理解吧 所以这一点你要让孩子 在规划路径里面 第一个带入进去的 以后这一块我详细来跟你讲 教你怎么给孩子定目标 你不要说每天都是我给你定 我要的是 你带他看完世界之后 让你孩子定一个他想要的 那个才好 好 第二点是孩子会更有良好的习惯 因为你懂得规划 你知道孩子在一二年级前 应该养成在幼小前阶的时候 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养成交友的习惯 养成跟老师互动的习惯 那么你上了小学一二年级 你就发现孩子的社交没问题 不会有太多问题 需要去重新适应学校 同时你也会知道说 孩子的阅读量 阅读能力养成的 阅读量没问题 慢慢的积累下来 好 十字量 包括素杆思维 提前做铺垫 你的学习能力往上走 孩子在小学一年级进去 马上就是班级的前十名 我跟你说一个魔咒 百分之九十五的孩子 在小学阶段一年级 考到班级前十名 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班的老师 包括同学没有太大变故的情况下 你读到了六年级 前十名还是这十位 真的 这是一个魔咒 你不是你们观察一下 为什么 人有心理 他一旦到了这个阶层之后 我原来前十名我好优秀 我被周围的同学看到 他们的妈妈都让他跟我玩 我不想失去这种感觉 为了不失去这种感觉 他会往上走 理解吧 这叫优越感给孩子带来的好处 那么优越感怎么培养 有老师我孩子已经厌学了 那我怎么培养 后面再帮你教你怎么补 但你要知道路径在哪里 所以这种孩子更能够吃苦 因为他有目标 有习惯的养成 而且这种孩子往往不焦虑 他不会容易去自暴自弃 很多孩子成绩考得不好 他就知道东西 我不好算了 我不知道怎么做 一个孩子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在 其实他再怎么走 这条轨道是正 轨道是正确的 他不会走偏 他会很容易 就把学习的能力给抓回来 这是我觉得规划的 家长有给孩子做规划 给孩子带来的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 这个点我要重点 跟所有的妈妈来讲一下 是成绩的提高 就是为什么孩子写中 会拖拉磨蹭 包括成绩会考得很差 是因为孩子比如说 他上课的习惯没有养成 但你无意识 你不知道孩子上课习惯怎么培养 所以你会导致 你再给你家宝贝培养这个 就是你等到他问题爆发之后 你才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呢 那个时候你所有临时抱佛甲的动作 90%都是没用的 所以你把关系给搞僵之外 孩子还不一定有提高 那么你会发现有规划的孩子 他的成绩普遍都比较高 因为他知道我到了哪个节点上 我应该做哪些事 同时我又知道我这次成绩差了 我分为每个小阶段 其中考前 我应该做哪些事情 其中考后我要做哪个习惯 习惯做得好 孩子就能成绩直接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划课 能够让你做到什么 就是我们都知道中考有五五分流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课是一个保底课 你家宝贝一定不会是五五分流的 那个下流的那个部分 你一定是上流的部分 OK 好 最后一点是关于偏刻的问题 很多规划没有规划的孩子 其实他比较容易偏刻 就比如说 孩子可能在学习阶段里面 因为换了个班主任 换了个科生老师 突然间有一天 孩子觉得听不进这个老师讲课 然后呢 以前的阅读量又积累不够 导致语言曾经往下降 然后呢孩子就 因为人有趋利性 孩子就想说 哎呀那 我这么根本往下降 我就学数据好了 结果妈妈就给他冠一个名 我孩子是理科思维 他文科学不好 错 不要给孩子找这种借口 你知道偏刻的孩子以后高考得多难考吗 很难 你说老师那我能找专项生 可以 但你得专项到多顶尖 北大的尾神 多少人里面才出那一个 那我这个课堂不跟你讲概率问题 能够概率问题 那是偶然性很少的 你必须要干嘛 让孩子把常规的路径走好 基本上你考上一个本科院校是没问题的 本科院是绝对没问题的 那211985你需要额外多做哪些事 这个我在国教课里面跟你讲清楚 包括你要留学 怎么跟你讲清楚 这些在我们课档里面我们先分享 所以规划对于孩子的重要性 能够让孩子变得更轻松 随神经能够往上走 习惯好你带起来不焦虑 我觉得这堂课呢 是所有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你能够拍到最后 你是非常幸运的课 你要好好的吸收 把我每堂课里面讲支点 你仿佛多听几遍 听完之后跟孩子在生活里面去用上 有些遇到这种问题 记得多找我们老师来做交流 我希望未来我们许个愿 第一 从今往后不焦虑 越活越年轻 第二 孩子的成绩能够往上走 越学越轻松 最后实现我们家庭里面 共同想要前往的目标 王老师成为你的家庭老师 我们下来的课 再见